大家好!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精湛武打技艺展现,诚意狐妖新照引爆期待! 狐妖小红娘王全片是由诚意和李依童主演,目前正在热拍中。 此前,女主李依童在剧中扮演的《蜘蛛精》的妆容曝光,引起了网友们的强烈关注。 无论是清纯的紫衣还是灵动的红裙,都展现了她娇小美丽的形象,引起了观众的保护欲。 大家迫切期待这部剧尽快完成并上线播出,以便早日欣赏成义和李依童演绎的王全富贵与青铜之间的千年之恋。 最近,诚意在剧中的新照片曝光,进一步增加了网友们对这部剧的期待。 从网上曝光的照片和视频来看,诚意在狐妖小红娘王全片中参与了大量的打戏场景。 诚意身穿一袭白衣,身形挺拔,通过高难度的舞剑动作展现出流畅而优雅的感觉。 即使她蒙着双眼,也没有影响到她的表现。 她挥剑踏云,刀光剑影,无法用一个帅字来形容。 如果说在狐妖小红娘王全片中,白衣的成义展现出潇洒飘逸的形象,那么黑衣版本的她则更加令人眼前一亮。 黑衣成义充满了贵气感和独特的威严,仿佛溢出了屏幕。 在看过路透后,网友们纷纷对成义在狐妖小红娘王全片中的打戏赞叹不已,对她力量感和美感十足的舞剑动作感到惊叹。 尽管剧集尚未开播,但已经让人们的期待值达到顶峰。 事实上,早在莲花楼中,成义的打戏就已经让观众大为惊艳。 她的动作戏中,每一招都兼具力量感和赏心悦目的美感,完美契合了现代观众的审美标准。 无论是眼神表情还是力道运用,成义都掌握得恰到好处。 无论是红丑舞剑还是竹林剑舞,都引起了轰动,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如今狐妖小红娘王全片中的成义在路透中展示的打戏更是让人期待。 更不用说,她所饰演的王全富贵角色性格复杂,作为王全家族年轻一代的佼佼者,心向自由,却受制于家族的束缚。 与蜘蛛经青铜的邂逅时两人身份悬殊,爱情充满波折。 诚意将如何演绎这位冷傲而又深情的王全富贵,引起了观众的极大期待。 观众惊呆 于书欣新招式演技经验亮相,表情浮夸成焦点。 很多人对古风仙侠题材的作品仍然充满浓厚兴趣, 古装武侠剧的受众基础和影响力相较普通电视剧更为广泛。 最近上映的仙侠剧神尹,尽管面临了繁花的竞争,但其播放数据依然表现出色。 接着其今朝在没有过多营销热身的情况下迅速登场,也成功地占领了大众视野。 于书欣在剧中扮演的乐旗迅速登上了V棒,并实现了排名破9。 然而,俗话说得好,成野女主,败野女主。 整部剧的核心焦点是女主角,于书欣作为女主的流量和热度最为突出。 然而,她的表演却颇具极端性,一些观众认为她表现得很出色, 但也有人对她的演技过于夸张提出批评。 在其今朝中,于书欣扮演的乐旗原本应该是一个备受喜爱的角色, 一个可爱善良,灵动坚毅的少女,这样的角色才能够成功引领故事情节, 与其他角色一同成长。 然而,于书欣似乎误解了可爱的概念, 过度夸张地演绎出了傻白甜的效果。 在剧集初期,于书欣的加字音和夸张表演就让观众感到震惊。 她在自我介绍时表示最喜欢吃鸡蛋面, 说这句话的时候还傻笑着,随后还突然跳了一下, 这种夸张的表情和肢体语言让人摸不着头脑。 于书欣和徐凯在剧中一开始走的是欢喜冤家路线, 两人以兄妹相衬。 于书欣努力展现可爱妹妹形象, 但她的微表情过于频繁, 试图用这些微表情表达内心活动, 结果却适得其反。 在吃鸡蛋面低细分中, 于书欣的表情变化极多, 笑容一次比一次夸张, 灵动但气场不足, 给人一种油腻感, 似乎在过度强调自己的可爱, 展示演技时显得有些自恋。 在剧情发展中, 于书欣和扁大夫之间发生了一段邂逅。 当她看到毒针刺向扁大夫时, 毫不犹豫地伸出手要挡箭, 结果手被刺中毒针, 很快昏迷过去。 然而, 观众对于书欣的表情感到奇怪, 她中毒后似乎并不感到太痛苦, 微微醋眉后就闭上眼睛, 看起来像是被蚊子盯了一下, 然后就开始在原地睡觉。 在重要的感情戏份中, 于书欣的表现同样过于夸张。 当徐凯询问于书欣对自己的看法时, 她摇晃着脑袋, 天真幼稚地回答你是金昭, 眼神仿佛在模仿三岁小孩, 让人觉得她不像一个成年人。 因此, 许多网友纷纷呼吁, 希望国产剧能增加更为正常的恋爱情节, 而不是呈现大哥哥与小孩之间的恋爱情节。 当然, 喜好因人而异, 对于于书欣这种浮夸式演技, 也有不少观众喜欢。 但总体而言, 建议演员在出演作品时更贴近角色设定, 避免陷入演什么都一个样的误区。 凤凰台上任嘉伦新形象首度曝光, 古装仙侠风格令人惊艳, 女主美得令人心醉。 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 对于演员任嘉伦而言, 古装剧是她的舒适领域。 从大唐荣耀到周生如故, 她所扮演的角色总是充满深情, 动人至极。 即使扮演最简单的道士角色, 她也能散发出温润而苍松挺拔的气质。 尽管任嘉伦目前手头有 五更记无忧赌和流水迢迢三部带播剧, 但观众最怀念的角色仍然是小男陈王。 这一角色身上仿佛有时光赋予的滤镜, 成为任嘉伦本人如今也难以超越的存在。 出人意料的是, 尽管手握三部库存剧, 任嘉伦仍未选择停滞不前, 而是加入了新剧凤凰台上的拍摄。 该剧的角色海豹一经曝光, 立刻惊艳了观众。 树发王冠的造型展现出贵气十足, 海豹底色与珠红色衣领形成摇箱呼应, 剑眉鞋飞入并散发出独特的霸气, 毛领子更显得格外熟悉。 在凤凰台上的开机仪式上, 任嘉伦的形象状态十分出色, 五官轮廓优越流畅, 仍是高度可辨识的古装偶像。 不过,观众纷纷感觉他在这部作品中的造型 实在太过熟悉, 无论是发型还是服装配色都让人联想到周生辰。 要说任嘉伦新剧造型和周生辰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发际线, 男陈王的发际线视频的, 并较较为明显。 新剧的发型则明显有一个美人间, 角色气场也比周生辰更为强大, 让人对他在新剧中的表现充满期待。 凤凰台上改编自谢楼南的小说《我的皇后》, 讲述了销唤游刃嘉伦饰演, 为拯救苍生与苦难, 化名白驰帆微服私访行走江湖, 并结识了行侠仗义的凤来格格主灵苍苍游鹏小冉饰演。 两人共同踏上了张建天涯的旅程, 除暴安良,互相理解, 却意外发现凌苍苍竟是首府的女儿, 并即将成为她的皇后。 尽管凤凰台上的故事主线并不算引人注目, 但两位主演均为颜值与实力兼备的男女神。 两人在开机仪式上的铜矿照片也十分吸引眼球, 已经开始期待两位演员在合作时可能产生的化学反应。 无论是早期的角色剧照还是路透的生图, 女主彭小冉的表现都相当不足。 她在开机仪式上的红衣造型十分灵动, 让观众回想起东宫时的美好时光。 一些网友戏称, 两位擅长演艺悲剧的演员站在一起, 可能会激发怎样的火花, 希望届时不会让观众心痛。 自从以东宫中的西周九公主一脚走红后, 彭小冉的后续表现并未有所突破。 如今, 她展现出与之前西周九公主时期相匹敌的灵气, 并与适配度极高的任嘉伦合作, 让人不得不关注凤凰台上这部作品。 相信许多网友都期待看到彭小冉能够塑造另一个 让她大放异彩的角色, 为自己的演艺生涯走上更好的道路。 而在东宫中, 她永远是那个在草原上册马奔跑, 无忧无虑的红衣少女。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